7月13日 中英义乌跨境投资合作研讨会在伦敦金融城举办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经商参处公贤室参赞金序 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国际人才交流协会驻英国代表处首席代表梁博书 浙江义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秀仙 浙江义乌高新技术园区管委会主任王国成 国际大学创新联盟RUIA秘书长孙万松 以及其他中英企业家等受邀出席会议 在会议上 义乌政府介绍了当地情况及吸纳人才的政策 RUIA介绍其在英国的项目布局后 与部分中英企业签约及进行RUIA浙江科创中心 义乌欧洲孵化器接牌仪式 陈秀仙主任在采访中对政府的补助政策做了进一步的说明 同时 王国成主任也表示 政府会尽力帮助企业成长 我们在人才 在金融 在各方面都会有一定的配套的政策 我们的目标就是你好 我们才会好 就是说 如果说你的项目到义乌 我们会想尽办法帮助你成长 你成长呢 那我们就放手 孙万松秘书长表示 公司下一步计划是要通过发起创业比赛来支持青年创业 在英国或在其他城市开始来筹备建设我们新的合作的互发器 同时也希望能尽快发起一个中国和英国的一个青年的创业大赛 人才专家梁博书则认为 希纳人才的趋势是要通过一系列良好的配套设施 而不单靠项目和资金本身 他们最近几年在着重的介绍引进人才的综合性的环境怎么怎么样 而不是说你来了以后 我给你一个计划 我给你多少钱 你就过来 他现在绝对告诉你 我有很好的项目 我有很好的事业发展平台 我有很好的政策 我有很好的公共服务 我有很好的生活环境 你过来吧 有什么好好的 我还有记得 一留意 有什么好好的 是不是 你会在这一程的心中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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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